瑞芳高宫每位学生均以流利的中英双语进行讲解 服以图文展示 充分展现了他们的专业知识和语文能力 接着精彩绝伦的动态歌舞演出 包括流行服饰展示、英语歌唱、流行舞蹈和乐团表演等多种形式 展现学生出色的表演、才华和创意 赢得了现场观众的满堂彩 在刚开始准备简报的时候 一直被主任多次打枪 但后来越改越好 开始慢慢念稿的时候 却因为阴阳症错而又一直重复的念 然后直到现在慢慢的才念好 让这次的活动升级进行 我们平时花了很多时间练习 然后练习的过程可能会有争吵 但是最终还是把所有的精神投入在里面 然后也表演成现在的结果 我负责的是唱歌跟跳舞 然后很感谢学校这次提供给我们这么好的场地来表演 然后也让学弟妹、长官 还有这些各位老师们 看到我们瑞宫的活力 2024年台湾季职教育年会继执力100竞赛中 俘获得全国Top10及双语组双料奖项的新北市瑞芳高工 空间测绘科双语实验班团队 今天在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的国际会议厅内 举办了测组科双语成果发表及展演活动 这不仅是一场学术盛宴 更见证了年轻人的热情与努力的结晶 虽然练习会比较累 但其实到演出的时候我是蛮开心的 因为终于把我们练习都表现出来 而且大家就很活泼 就很开心 组成一起之后在学校练习 然后透过不断练习之后才能站在台上表演 虽然这次的表演没有那么好 但是我希望还有下一次 然后可以让我们表现得更好 我的孩子在这边 我觉得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就是整个人也变开朗了 因为他在这边跟同学的互动 跟老师的互动越来越好 越来越渐入家境 我觉得这个学校整个氛围 这个科 整个氛围 学习的氛围是好的 今天我其实喜欢练习 如何他们会做 和鼓励他们 前面要联系他们 但在这些活动 我们实际上显示 我们在我们的Bilingual Program 我认为他们做得很好 我非常愉快 此次的期末成果发表会 不仅是学生们学习成果的展示 更是一场精彩缤纷的文化盛会 充分体现了瑞芳高宫 空间测绘科双语实验班的 教育成果和学生的综合数值 瑞芳高宫将持续迎接挑战 为学生提供更多成长和展示 自我的机会 借成为瑞芳采访报道